這些都是剛才看到我是拉一次的情況 我都沒有來回反覆拉 一下子吧 2 1 J 你有沒有看 哈囉我是凱文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的我覺得特別的貴婦 商流社會的感覺 因為我收到了史上最貴的 脂髮 瓦袋的Corea Yeah 好啦是不是史上最貴我不懂啊 起碼是我摸過最貴的 如果說我之前開箱過的Dyson Airwrap 我是捲髮半戒的Hermes 像這個Dyson Corel 就是直髮半戒的Lamborghini 價錢2199 送你朋友保證你朋友一定喜歡 因為它的包裝太高級了 我跟你講盒子就不講了 盒子反正開了就是丟的 我們來看裡面 很高級我跟你講 它的這個Sona帶是用絨布做的 絨布就是冬天我們穿的那個絨毛用的那種 然後你打開裡面你feel到它整個 就是很滑而且有點厚度 可以很好地保護你的寶貝兒 給大家看看 Dyson Corel本尊 叮 那這個Dyson直髮半到底好不好用 跪在哪裡咧 這裡我就整理了四大重點 就算你不買你一定要懂 第一點無限 無限 無限 耳機無限你聽過 但是持髮半無限你有沒有聽過 這個真的太強大了 Dyson Corel是Wireless的 意思就是說它不需要接線 就可以開始gap頭髮了 因為它本身裡面是有四顆理電子 就是說你去到哪裡 你不需要兜電 你只要拿出來就可以開始夾頭髮了 像我現在charge滿店了 開集 set溫度 等你夾子它就會變很熱很熱就可以開始用了 它充滿店之後呢是可以連續用30分鐘 但是我夾頭髮是很快手的啦 我夾一次大概只要10分鐘 所以我可以勾先用3次 所以好像平時我們去兩天一夜 或者是三天兩夜那種本地小旅行 你直接不用帶Cable 拿著這支相控帽子就可以直接走人了 那Wireless怎樣充電呢 它是有附送一個充電底座 直接放在上面就可以開始charge了 我自己charge了 大概一個東西就可以充滿 那如果像普通直髮棒 這樣子一邊charge的一邊用的話 也是可以的喔 因為它的這個Cable 是Magnet的磁吸式 直接都在這個尾巴這邊 就可以充電開始用了 第二它是有Airplane Mode的 剛才我講到的 Dyson Core它是有電池的嘛 有電池的東西就是當我們大飛機的時候 你是不能charge in luggage 你是一定要hand carry 但是hand carry 撞來撞去很容易誤觸的 如果一個不小心推到那個on button就好笑了 所以Dyson就很貼心設計了一個Airplane的拔扣 這個拔扣你只要拉出來 它就直接呈現一個斷電的情況 所以就算你不小心推到開機的button screen 還是會告訴你 Sumimase現在是Airplane模式 但是不能用卡 那開了這個Airplane拔扣 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可以裝很細心 第三 三種不同的溫度做什麼造型都可以 基本上你開機了之後 它就會問你今天想要什麼溫度 它一共有三個 就是165 185 還有210 這時候你選好了 它就會開始加熱 加熱的速度其實非常快 大概30秒到1分鐘就已經加熱完成 而且它加熱完成之後 它會有一個提示音 就是一個 加一個斗給你看 提醒你可以開始gap頭髮了 那我們現在就等一下到底看它要記住 這個一點 但是這個不是重點 重點是它裡面有一個叫做 白晶熱敏感應器的 它每秒鐘會100次來回一直偵測 confirm你的溫度有沒有一直keep著在特定的水準上面 而且如果超過5分鐘你忘記關電的話 它是會自動關電的 關了機之後其實你會發現它的燈還會亮的 意思就是說其實它是要等到整個面板已經冷了 不燙手了它燈才會細 然後代表真的是安全 可以收進你的袋子裡面了 第四 它的甲板 不是一般普通的甲板 它是有彈性的 聽說它這個甲板是有專利 基本上我們看外面的那種甲板 它都是硬的 但是你看Dyson Correa的它甲板 其實是軟的 就是會回彈的 這樣的意思就是說 它無論是做直髮 或者是做卷髮都可以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示範做頭髮吧 OK我現在把頭髮分成兩邊 等一下我這邊呢就會做直髮 另外一邊就會開始做卷髮 我先把它綁起來 然後現在我已經開到210來做直髮 其實你看我頭髮現在其實很直啊 但是其實它是有一點彎曲的 我要它直直 哦 直 哦很直了耶 跟我剛才比的是 我還講我剛才是直髮 好新哦 OK這些都是剛才看到我是拉一次的情況 我都沒有來回反覆拉 就是拉兩次 而且我很隨意啦 這很隨便 現在來做另外一邊卷髮 這邊已經是超直好了 扔子完 我們現在來做 摳 根據我一關摳頭髮的經驗 我就是這樣子卷上去 很卷下咧 再來再來 一下子摳 2 1 摳 給你們看 哦 我這個超卷的 我現在因為我剪了這個中長髮 所以我現在做的卷 不能太卷 太卷的會很好笑 打散一下 OK 這個就是一邊是直髮 一邊是卷髮的情況 平時我今天去掀本納的時候的那個造型 然後這個就是我一關熱腸 可能出個門跟朋友喝個茶的造型 隆重 casual 而且這個直髮棒還有另外一個優點 就是它比起普通的直髮棒 它更加不傷頭髮 因為普通的直髮棒它的甲板是硬的 所以當我們拿起一戳頭髮的時候 gap 它的濕力點只在中間罷了 所以兩邊的頭髮是gap不到的 你就必須要來來回回幾次幾次 才可以gap到直 所以你可以看到剛才我只要一次 或者是兩次就已經可以直到完了 不用來來回回好幾次 所以現在我就這樣子用這個造型錄了下去 是嗎 OK 現在我們總結一下 其實這個Dyson Corel 一共有兩個顏色 一個就是銀灰色加螢光粉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自己覺得 沒很多的這個紫色加黑色 就是我手上拿去這個了 哇哈哈哈哈 好啦 今天的Dyson Corel直髮棒開箱就到這裡 下次再有Dyson新品的話再介紹給大家 我是可恩 下次再見 掰掰